我们能够在祷告里面来守望 这个社会是很重要的 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叫做活出卓越 这个前一段时间我们知道李安导演 他在纽约是不是适应 他有一个新片子 其实他在天下杂志9月份的时候 有报道有关李安这个故事 他的标题下说李安超越李安 就是他带领全球电影史上 这个最高规格的创新 知道这件事吗 那个11月应该会有这个新片 在台湾上映 那这是一个 那另外呢 几个礼拜前我们知道51届的 我们同工可以帮我 好 这个金钟奖 基督徒的艺人 我们知道好几位对不对 上台的时候拿起奖杯 说阿玛人要感谢归给上帝 对不对 甚至李天柱还朗诵主导文 这个主导文 那到底基督徒在社区 在我们的或是在同事当中 基督徒给人的印象究竟是什么 基督徒给人的形象是怎么样子 那教会呢 教会在社会里面又是怎么样 身为基督徒的门徒 我们卓越应该是我们的品牌吗 到底圣经怎么看卓越 有在讲卓越吗 那如果有 那我们该要怎么样活出卓越 今天特别要来提这一方面的一个议题 好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好不好 我们如果你有圣经 可以翻到菲利比书 那没有了 我们就看PPT也有 我们要从菲利比书第三章十二节到十五节的上半部 我们一起来读 请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 已经完全了 我乃是竭力追求 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 所以得着我的 弟兄们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 从上面招我来的的奖赏 所以我们中间凡事完全人 总要存这样的心 天父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 你爱我们到个地步 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生命 并且主啊 不仅我们得到这个救恩 更是在整个我们这个人 你用各样的爱环境栽培我们成长 在你面前成为圣洁 谢谢你 主啊 求你把你的道向我们开启 好叫我们明白你的旨意 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 好叫我们在你的命令的道上 可以直奔 我们谢谢你 愿你高摩我们 给我们一个谦卑的灵 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 继续往前成长 我们感谢主将来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好所以我们今天一开始要来看一件事 就是说到底什么是卓越 圣经上圣经的人物 他们有哪些卓越的地方 我们来思考这个 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部分 社会上如果在企业里面 一般通常我们会提到卓越 大概你来看看是不是这几个方面 比如他赚很多钱 他是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家 郭台铭 我们可能会觉得真的是非常卓越 会是有高权位的政治领袖 我们叫政治人物 很有影响力 或是奥林匹克的金牌体育选手 除了奥运之外 我们知道NBA 常常林苏豪 柯瑞 我们也觉得这样是一个很成功的运动家 奥斯卡金像奖 或是我们的金钟奖也可以 很多这样的得到这方面的奖项 或是他书很畅销 卖几千万册这样的作家 影世界知名的影歌星 我们知道明星 青少年都非常非常的喜欢 好 那你说宗教界好了 那如果一个布道家 一个奋心家 一场布道会 三百万 两百 一百万人 这样是不是很有卓越 或是你说他是科学家 或是发明家 上帝给他这个研究的智慧 造福人类的一个东西产生出来 这是不是很卓越 第九 他说如果有一个是静忠职守的什么 爱心的小职员 美满家庭 这样是不是卓越 是卓越 第十 他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 他聆听圣灵的声音 听到就去做 爱神爱人 活出基督的样式 是不是卓越 我们社会上 事业上比较多讲的 卓越比较是成功 成功 比较是上面 比较是前面 好像比较是在标榜 这一方面的杰出 是不是这样 但是到底在圣经上 如果我们看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们看另外一面 圣经上有没有很多人物 圣经人物 他列出他的一生 他的生命有一些特质是 我们可以学习的 你会发现很多属灵的人物 在圣经里面 神把他摆放在当中 让我们看到 我们可以效法 亚伯拉罕 你觉得他最突出的是什么 信心 他的信心 被称为信心之父 让我们知道 他是一个非常 上帝使用的 摩西呢 摩西圣经称他是 在神的家中 全然尽忠 而且他的谦卑 胜过世人 他的谦卑 你会发现 他总是他们生命中 有一些特质 都是我们觉得非常 羡慕跟效法 大卫呢 合神心意 而且他服侍的那个世代 就睡了 有没有 那保罗 我们看他那么火热的 传扬福音 不顾生命的 而且他也写了很多的书信 以色帖 他是冒死 死就死吧 有没有 他在职场上 死就死吧 然后他的这样子的一个行动 拯救了以色列民族 整个民族 积淀 积淀他 他本来很怕 可是上帝呼召他 最后去打仗 最后就300个人 积淀300勇士 三百个人打败了整个几万个米店的人 有没有看到 所以他有一种勇敢 跟一个信心的回应 第七 上个礼拜 是不是韦林老师有讲的那个雅各 有没有 毕如一论 一直摔跤摔跤 你如果给我祝福 不让你走 有没有 他有那一份 要上帝的祝福 的那个心 以利沙呢 先知以利沙 以利沙有一个师父叫 以利亚 那他很羡慕 紧紧的跟随他 快他被赎阶升天之前 他向 他求什么 跟以利亚求 在你身上的灵 能够加倍的 感动我 对不对 Double 能够感动我 所以他向神求一个什么 属灵的祝福 一个恩高 一个神同在 能力的恩高 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一面 圣经上这些人物 我们观察一下 好像 这个卓越的部分 比较不是 第一面前面 那个企业讲的这些 外面的成就 甚至名位 权势这些方面 好像我们一般讲的 职场的那个 赢家的思维 倒是比较是 如果你观察这七八个人 是不是比较是 讲到卓越的生命 卓越生命的态度 就是他的生命 柔和谦卑 他怎么可以不断的 靠主去改变成长 他 一直要渴慕神 抓住属灵的祝福 遵行神的旨意 而甘愿舍己顺服 是不是这样 而竭力要 尊荣上帝的名 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 我们等一下会更多 讲到这一方面 其实我觉得 上帝呼召我们 能够在属灵当中 对准焦距 昨天我参加一个 婚礼 这个月其实比较多的 我们有年轻人结婚 那一个 证婚的牧师是 刘志雄长老 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 刘志雄长老 他从北美飞过来 来证婚 因为是他的亲戚 就是一个姑爹 是一个新人的姑爹 他在正道的时候 对着新人 两个人要即将迈入婚姻的 新人 我觉得这一个 我觉得很抓住我的心 他怎么说 他说上帝设立婚姻的目的 因为你知道婚礼都是很浪漫 很开心 做得很棒 不是只有浪漫 让你开心 非常的享乐一辈子 记住 上帝设立的婚姻 有目的 他要我们两件事 第一个 能够进入到婚姻的旨意 其中一个旨意就是要 圣洁 你知道两个人在一起 要不要磨 个性不一样 是不是要相处 你知道这个磨 可以磨出我们的圣洁 因着这样的学习操练 婚姻中可以 学习出圣洁 那当然圣洁比较详细 它就是说 分别出来归给神 像耶稣 越来越像耶稣的个性 在婚姻当中 神要祝福我们 可以这样子的学习 第二个 在婚姻当中 你可以去体会到 基督跟教会的爱 基督跟教会的 那个关系 那个亲密 那个体会到 基督怎么怎么爱 他的身体 爱教会的关系 那个奥秘 我觉得是的 他讲到说 所以婚姻要holy 不是只有happiness 有的夫妻很开心 一辈子他们玩乐 但是离开了 到了一生终了 离开这世界的时候 网费此行 就是好像也没有 什么太多的改变 相反的 如果这对夫妻 他在婚姻的生活里面 坚持遵行上帝的旨意 即使这个过程会有风浪 会有熬练 但是夫妻同心 一起走过很辛苦的日子 让人看到上帝 非常美丽的彰显在他们身上 将来他们在天上 也是得到永恒的奖赏 阿们 他说这是更宝贵的 因为在地上婚姻的生活当中 可以熬练出这个生命 得到天上永恒的奖赏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卓越的婚姻 知道意思吗 其实是一个更高的 上帝要坐在我们身上的这一部分 当然我觉得 坦白讲 我觉得如果你拥有卓越生命 卓越生命的态度 通常来讲 你在工作之上 也是能够产生相对好的结果 坦白讲 如果你的态度 各方面是有一个卓越更新的态度 通常来讲 待人接物各方面的事情 也是能够产生比较好的结构 相对比较好的果效 好 那我现在继续再进入到 怎么活出卓越之节 我先要讲一点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讲 企业界讲的卓越 跟教会讲的卓越 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在于说 你知道这件事情也是 往往拦住一个人 能不能继续在生命里面 迈向卓越的关键 就是自我形象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 从上帝的眼光来看自己 来看自我形象这个问题 可能在外面 做部学会就是要求你 你就是一定要做到 这样子的标准 不然就怎么样 就有一些相对应的惩罚 可是在基督耶稣里面 在这个信仰里面 有一个最大的不同 就是自我形象 有一个教会是火把行道会 有些人知道 他的牧师是杨永明牧师 十周年的时候写了两本书 第一本书叫天生完美 就是说上帝眼中的我们 第二本书叫 这个叫什么 无可限量 beyond limit 无可限量 上帝手中的教会 上帝手中的教会 无可限量 那我们来看 其中一个经文 我们来看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预备 来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上帝所预备 叫我们行的 我们很熟 我们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做成的工作 在做他的工作 要叫我们行善 预备我们照神的呼召去做 那这个工作 在希腊文的原文 其实他有艺术品 有杰作的意思 有杰作艺术品 那所以呢 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 我们每一个在上帝救恩的 里面的人 都是精心杰作 都是独一无二的 阿们 都是独一无二 精心杰作 所以呢 在上帝的眼中 我们每一个人 在他的救恩里面 都是天生完美 完美 出生就完美 我开始觉得 不太能接受这个字 只不会有这个 天生完美这样的词 可是我慢慢了解 其实这里讲的天生完美 就是说不是靠人的 很努力很努力 要做出到这个成果 或是这个成品 而是呢 这个天生完美的天生 就是用上帝的眼光 上帝的价值 上帝的标准 格局 定义 那个什么叫完美 你知道我们今年 教会算是出生 我觉得baby也蛮多的 我们勤教哥就贡献了 两位 两位 我们鼓励一下 我们教会今年算是结婚 生小孩 这样子 那知道 我们知道其实有的小孩子 刚出生的时候 也很辛苦 其实晚上他不一定都睡得早 就是他们会吵 其实要安抚他们 睡得早都要一段时间 才能够 所以是很辛苦的 但是呢 爸爸妈妈 每个爸爸妈妈看到小baby 你知道 或是他的影片 现在都会录影 永远会展现出一副 非常着迷的表情 太棒了 这个完美无缺 好可爱 你知道 我们刚刚进卖团 是我们教会的年轻人 对 说实在来 我在台下 看到大专生 特别觉得喜欢 就很欣赏他们 因为他是我们 他是我们这边的孩子 我们就觉得非常喜悦 你知道 所以上帝看到我们每一个 他的儿女 都会觉得什么样 天生完美 天生完美 非常觉得可爱 可是坦白讲 坦白讲 人和人看 有没有真的完美可言 我们都会看到缺点的 很多不好的地方 然后上帝看每一个 蒙恩 得拯救的人 永远都很完美 你跟你旁边讲 你天生完美 是神眼中的杰作 可是我跟你讲 有一个部分不太好 就是说 现代人 你有没有听过完美主义 这样真的不好 什么是完美主义 就是说 有些人是自我要求型的 有些人是要求别人型的 那不管是自我要求型的 还是要求别人型的 他们总是很竭力的 用高标准 希望达到那个怎么样 那个设定的结果 结果因为这样子 就会过度的什么 自责 然后呢 要不然就觉得很抑郁 跟他相处 大家一起做工 会不会觉得人际关系很僵 关系有时候很糟糕 有没有这样的人 可能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PPT不要做那么久 这个所以呢 就是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会有这样的情况 但是他盼望天父爸爸 天父上帝的爱 医治我们每一个人 不认我做的成功或是失败 都能知道上帝接纳我这个人 他永远支持我 大家知道我们的天父爸爸是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所以我们是他的儿女 就是王子跟公主 王子跟公主 这个很重要 你知道我们被造是天生完美 所以呢 上帝永不失误 这个每一天这件事情 这个身份价值观 求上帝一直落映在 我们的生活当中 你知道除非你真的 深深被这一份价值观所落映 直到改变我们看事情的角度 我们的心情 直到改变我们的思想 改变我们说话的口舌 你知道都需要上帝来更新我们 好 跟你旁边讲 你天生完美 但不要完美主义 能分别这两个在哪 不一样 能分别这两个不一样 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是什么 天生完美 但是如果没有在基督里 我们很可能很受伤 别人也很辛苦 能够在当中 哈利路亚 好 那我们来讲到怎么样活出 这个卓越的人生 我们来看圣经上 有没有讲到这一方面 我列了一节经文 我们一起来看 预备 来 有一个人是律法师 要试探耶稣 就问他说 夫子律法上的诫命 哪一条是最大的呢 耶稣对他说 你要尽心尽信 尽意爱主你的上帝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 且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仿 就是要爱人如己 这两条诫命 是律法和先知 一切道理的总纲 好 有一位律法师 他来问耶稣一个问题 就是整本圣经 虽然他是讲说 律法跟诫命 其实就是整本圣经 最重要的 如果归纳起来 一节好了 一句话是什么 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 耶稣你可不可以 把他给我们讲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精髓 那耶稣跟他讲什么 你要尽心尽信尽意 爱主你的神 第二呢 爱人如己 好 总归来讲两件事 第一个 你要爱神尽心尽意 尽力爱神 第二要爱人如己 这是整个 这是整个 诫命的总纲 但是呢 在路加福音 我们再多补充一下 因为路加福音 还多了一个 尽力 就是说 尽心 尽性 尽力 尽意 爱主你的神 你知道吗 有多一个 就是这四方面 所以用NIV圣经就讲 With all your heart With all your soul With all your strength With all your mind 在这么一方面 都全心全力来爱主 我们的神 阿们 然后也爱人如己 这个部分就是一种卓越 就是你愿意你的情感 你的意志 你的全心 你的力量都怎么样 来爱我们的神 来爱主 这样的一个竭力 这样的一个愿意 来爱慕神 来用行动来回应 就是一种 一种卓越的生命态度 阿们 是有这样 所以我今天 特别就这四方面来讲 我们怎么活出卓越 当你愿意用这四个敬 来活的时候 我相信神会帮助我们 我们讲第一个 叫做敬心 敬心 With all your heart 我就立刻想到一个人 大卫 对不对 我们这一节 我们再读一下 预备 来 凡是要遵行我的旨意 好 上帝拣选了大卫 为他做见证说 他是合我心意的人 凡是要遵行我的旨意 A man after my own heart 他心是跟在我的心后面 我向左 他就向左 向右 他就向右 而且他会做 everything I want him to do 任何我想要做的事 他都会去做 我吩咐他都会做 阿们 这是一个全心 全心爱神 跟随神的大卫王 我们知道 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 不论看得见的 或看不见的 台上的或幕后的 或是年轻的时候 到比较成功的时候 他都一个态度 都是一样始终如鱼 就是爱神 他在做放羊的时候 放羊的时候就很忠心 对不对 就是保护羊 他即使当扫罗的 替他的盔甲的兵器的 他都是很忠心 是不是 所以你会看到 大卫的 他其实就是 不管是在人前人后 他其实都是这一颗心 就是 静心 with all your heart 在爱神 不过我觉得 其实这个忠心 这个爱心 我们要看到一件事 除了他这样爱神 他在地上是不是有个老板 叫做扫罗王 对不对 他是不是也非常尊敬他 其实上帝还在他手下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这个 凡是忠心为主而做 也包括现在神在地上 有没有 在你的职场上 有没有给你的主管 有没有给你们 不同的权柄 对不对 比如家里有丈夫 在教会也有小组长 对不对 有小组长 有区长 这些传道人 所以我们也都 就是一个忠心的态度 都是尊荣 每一个神设立的权柄 这都是一个尽心爱神的表现 相反就是说 如果三心二意 马马虎虎做表面工作 这个就不是真的全新的爱神 我讲一个见证 我一直很受这个见证感动 因为他是上个礼拜六婚礼 那是伦凯跟星宇的一个婚礼 我参加的时候 可能我需要讲一点背景 他们的故事 因为伦凯的爸爸早年 他就到香港的时候 跟他大妈 就是他的原配 生了四个儿子跟一个女儿 后来大妈比较早过世 爸爸到了台湾之后 他续选 就是说在台湾 他就娶了伦凯的妈妈 所以就生了哥哥 伦凯的哥哥跟他就对了 在台湾 是这样 其实伦凯在小时候 他爸爸妈妈 因为很早就生病 所以相继的他的爸爸跟妈妈 都是因为生病 然后过世 他的爸妈其实是有信主 在临终之前有人传福音给他 所以他的爸爸过世了 然后之后妈妈过世了 是他刚刚要胜大一的时候 就觉得遭受到很大的打击 因为他等于举目无亲了 实际上他跟他哥哥两个人 那时候才刚刚大一 所以他就办休学 有一段时间他其实流浪了 就是说因为他放逐了他自己 他觉得没办法承受这样的事情 但是他在香港的姐姐们 哥哥们 还有美国的什么 后来搬到美国的哥哥们 却是把这个小弟怎么样 视如己出 你知道为什么 就是不仅是关心他生活上的需要 或是真的工作上需要什么 他就在金钱上都来照顾这个小弟 其实伦凯对他们讲 比他们的儿子可能有的还小 已经到了那个年纪 就是有点是下一代就对了 可是他真的就是非常爱护这个小弟 那因为他有一段时间流浪 那这个在香港信基督教的姐姐 就是一直在常常祷告 跟他讲说 你要回到你要去找教会 你们附近你要去找教会 真的你人生在这样也不是办法 就常常鼓励他为他祷告 结果两年半前 他就到他真的就在附近 找到穆扎领良堂 来到我们当中 暑假的时候参加崇拜 崇拜当中敬拜他流泪 他感觉好像那种归家那种感觉 他讲不出来 他就是来到教会 然后来到阿法 受洗了 我们知道之前他轮凯就受洗了 感谢在美主 我非常感动是什么 你知道上个礼拜六 他婚礼的时候 在香港的哥哥姐姐 还有美国三哥四哥 他们全体都到了婚礼的现场 大哥即使不能来 大哥七十几岁 他也下一代 他的女儿们也来 大哥是七十几岁 女儿都来 然后四姐 就是姐姐的女儿也来 我告诉大家 在台湾就算同父同母好了 婚礼两代南部搞不好 你知道就有时候不一定会聚得这么 那个从香港从美国 就到了下一代都来 那那个有的这个 隔天就要回去了 我右边这个侍嫂 他呢住LA 我说那今天晚上 这个洗烟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明天早上主日九点我回去 哇那你回去回到那边 回到那边LA刚好也是早上主日的时间 那我刚好要下去 那我还要去教主日学这样 他说刚好回到LA就是他们的主日 因为太阳这个自转的原因 这样绕过去 我们都知道 他主日飞 然后到那边的主日 他要去教主日学 然后另外一个姐姐 另外一个姐姐65岁了 他还是 他一直出来谢谢 谢谢牧师你照顾伦凯 真的这段时间怎么样 一直肯定要加上给他 要再帮助他 到另外一桌 温姐你是他小桌上 谢谢你 这段时间真的是非常谢谢你 怎么样照顾这个小弟 你懂意思吗 就是一桌一桌这样子 他在的时间这么短 他就把所有的时间都来 你知道吗 他就谢谢你 继续的帮助他 再给他什么鼓励 哇 我觉得这 我都觉得这个爱 那个可能对儿女的 这个爱 是他的不是亲弟弟 你知道 我就觉得 是亲弟弟 但是我的意思说 我的意思说 我们可能 我的意思说就是那个 比 那个我想表达 让大家知道 我那时候一直在想说 如果不是基督的爱 还有他们静心 就是体贴神的心 卓越的那种静心的 为了爱神 我真的觉得 我觉得没办法理解 世界上找到这么大力量 他能够在一直关心 一直还在金钱上 很多方面的 一直照顾这个小弟 我觉得非常感动 好不好 我们为他们鼓励一下 那这是一个 with all your heart 他这颗心 我相信他不是为了什么 他就是爱耶稣 他爱耶稣 他就要去做 他觉得他所感动 去支持的事情 或是帮助的事情 所以当我们每个月 我们有机会 金钱奉献 我都觉得是一个机会 除了我们力行的 十一奉献 我们觉得 好像力行公事 可是如果神有感动我们 能够在 特别觉得在 怎么样的世上 每次都祷告就对了 你祷告看看 你顺服神 你摸到上帝的心跳 你会不断地经历到 上帝的恩高 跟祂的同在的能力 好 这是第一个 叫做静心 第二个是什么 静心 with all your soul 静心这个 带着全然的热情 passion 热情 还记得我之前讲过 额别以东吗 额别以东 他其实这些约柜 放到他家三个月而已 他就感觉到 上的同在非常的美好 他渴慕神 所以到后来 那边在招募什么 乐手 师班 他有报名 然后有守门员 守门的他也报名 他要参加 然后后来 我们现在虽然没有守门的 可是可能也许像招待 或是一些服饰 他从心中的渴慕 对上帝的热情 进一步他要去服事神 他的静性 他要去热情的探访 他常常做见证 我们跟上帝的关系 我觉得那个关系 静性就是那个soul也很重要 你知道夫妻的关系 要不要常常爱的存款 要不要爱的表达 有时候要肯定 有没有 你知道你说 我情感比较内敛的 没有没有 我还是要学习 怎么样讲 爱的也有 所以跟神的关系 赞美祷告重不重要 祷告那是一个情 赞美 敬拜神 那是一个对上去爱的回应 有没有 肯定 赞美 回应 那是一个尽性的一个passion 所以我告诉大家 其实今天早上 比如第一堂 我看到八点半 有些弟兄姐妹提早 比如九点聚会 他们很早就来 他们就是盼望 多一点用祷告来预备 我们教会现在其实 除了早上成根 我们有一起集体的为 除了敬拜神 可慕神同在这 我们为周报的各区 各需要带导之外 我们其实不是教会的祷告会没有了 我们是把它变成各个小组 比如你七点半聚会 我们会鼓励你七点就来 等下的小组什么 祷告 我们现在都在推说 各小组有小组聚会前的祷告 上课的时候 你会发现我们的培育课 是不是有前面有祷告 我们现在就说 把它变成各小组上课 还有会前的一个祷告 所以我们鼓励 大家都在这方面来表达 每个礼拜三早上 我们教会的有一些姐妹 父女同工们 他们都持续的 一直在为教会的需要祷告 你享受每次敬拜的机会吗 享受跟上帝 非常的尽兴的 这样的一个 还是不要觉得说 我就是个性 我觉得那个太 我个性比较内敛 我就敢来讲道就好了 这个觉得好像觉得 甚至我们当中 如果身体不舒服 或是比较年长 鼓励大家可以成为代祷者 用周报来祷告 这是with all your soul 所以这边我有讲几个 刚才讲的就是这些 另外感谢主我们有两年 我们得到这个基优宗 怎么样宗教团体 这个是什么奖杯 新办公益慈善 还有什么社会教化事业 有两年有得到这样的一个奖牌 但是我知道这主要 这个是要归给我们当中 许许多的志工还有义工 不是领薪水的上班的同仁 而是真的在第一线 比如说我们秘牧师 有讲到那个银法族 就是年长事工 他有提到说其实在我们当中 有老人院是不是定期去探访 在社区里面的探访 银法族在这边的活动 礼拜五有吉祥安养院 我们第一堂其实如果 我们后面如果你知道 有一些地方会推着轮椅 在这边 还有我们爱玲做课后陪读 许多大学生来帮助他们 甚至有些比较弱势的家庭 去关心他们 这些事情加上平息做偏乡的服务 是这些特别上帝纪念这些看见 我特别讲到一个就是在平息的服事 有一次我们在十月初的一个同工会 听到智慧传道做一个分享 我觉得也蛮感动 他说因为现在一个月 都会去两个礼拜天 礼拜天的主日 有时候因为五周就三次 平常是两次 他说他十月七号去 十月第一周那时候去 十月二号去的时候 他就看到人来人往 游客很多 可是进来崇拜的人很少 服事的同工就是他跟雪公两位 然后参加可能就是两位 我会说参加聚会的可能就两位 当然难免会有点小小的沮丧 就会觉得外面这么多人在跑游客 可是里面真的要进来金拜神很少 但是在祷告中 他就听到一个声音叫做小明 那个明是民国的那个明 他本来不懂 他赶快去查圣经 Google一下 搜索完毕之后 他看到一节 使徒行传四章十三节 他上面写说 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 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明 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 他很受记忆 终于找到了小明就在这里 他就 你们想到另外一个小明我知道 今天 他就看到说 虽然他们很渺小 就是说在偏乡这边崇拜服务 可是上帝看到他们了 而且他们很喜得可以成为见证 因为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 他就很开心来分享这个意象 我相信上帝使用许许多 每一周在不同的 在第一线 其实自愿的 从事许多爱心的服事 都是凭着对上帝的passion 热情持续委身的在做 愿上帝纪念每一位 在当中摆上的 第三个是什么 敬意 敬意with all your mind 就是我们有创意 而且更多认识这位创意的神 来面对挑战 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解决问题 求神给我们创意 来面对要解决的问题的能力 那这就是敬意 有一节经文 我们来 在这里 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察验何为上帝的善良存全 和喜悦的旨意 好 这里讲到当我们奉献给神的时候 不要被这世界所魔术 让我们的心 这颗心可以常常更新而变化 那这颗心 be transformed by the renewing of your mind 就是说常常可以更新 被更新 我们的心思 心思可以常常被更新 愿意查验 上帝你的旨意是什么 什么是可喜悦的 什么是良善的 常常去查验 就去做 就去做 那 当然啦 耶稣基督 昨日 今日 直到永远 是永不改变 对不对 就说这个神的话永不改变 安定在天 但是呢 这个世代会不会变 这个世代会变 年轻年的需要会不会变 你会觉得一直在改变 以前有没有网路 有没有乡名 以前是指的很早以前 就是没有 可是现在这些世代会变 圣灵会把智慧的灵 启示的灵 谋略的灵 聪明的灵是不是要赏赐给我们 知道怎么样去服事这个世代的需要 这时候就需要创意 阿们 这时候需要神给我们的圣灵的创意 我们才知道怎么服事 服事有需要的人 他们的需要不一样 那两个礼拜前 因为有机会服事这个秋香 这个家 他们家是三代 三代在那个地方 所以我知道他的见证 就是他的秋香姐妹 他的上一代 他的爸妈就是那个清清茶坊的地方 当时就交给他秋香跟他先生 所以他们独立在做这个 冒空上的茶坊很辛苦 后来几年前 他们其实要就鼎浪 你有发现他们鼎浪出去一段时间 其实他经过祷告 上帝也恩待他们找到 可以鼎浪出去的 但是经营了几年之后 他们经营出现问题 正准备再一次的 就是把他脱手出去的时候 他的下一代 就是现在30岁左右的下一代建章 他本来做别行地震系的 可是我相信从他祖父 应该是有承传对厨艺料理的 那种DNA在他身上 所以他还是觉得 好像上班对他讲 就是不是那么有passion 所以他就觉得 私底下就去学料理 创意料理 就会偷偷去学 后来发现这个餐厅 又发现这个问题 要脱手的时候 他跟妈妈讲说 这不是上帝给我的机会 我可以来承接 因为他其实在前两年 刚刚信耶稣 第三代就是这个建章 刚刚信耶稣 所以他有那种 有个使命感 所以他就把那个地方改变了 一个接起来改变了 如果你看他是一个西式的建筑设计 对不对 可是他里面的料理是中式的 是有茶艺的在里面 而且他就是取这个名字很明显 光与颜 就是存在山上那个光要照亮世代 然后光与颜的影响力 就是带着这样的异象来经营这个餐厅 我有机会 那时候因为跟蜜牧师服侍这个家 我就发现 其实他是一直在更新他的创意料理 就是他这个东西就一直有在改变 所以我觉得上帝会把那个 把那个创意跟热情赏赐给人 可以为主来做 另外有一位弟兄 教会的弟兄跟我讲说 他们读的幼稚园 在附近读的幼稚园 的做法很棒 他说不是一开始 那个幼稚园就讲很多他们的理念 可是除了他们的学费 在当地算是相当便宜的 老师每天会用一节金句 一节的金句来背诵 成为那一天的中心思想 他说到说 他的孩子 如果孩子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请假 意思就是说 这一周如果请假没上课 他学费退给你 他学费退给你 因为你没有来上课 学费退给你 然后交通车 他说到说 如果他比如交通车到他家去接小孩子 如果他这一家有他跟他哥哥两个人 本来要七百块的 就一人三百五这样 因为他认为交通车一座工 那两个人都接到了 就算一人一半 这样回去 他就讲到说 其实很多的做法 他就默默在做 你会体会到那种 那种对福音朋友来讲 会体会到基督徒企业的一些理念 就是在当中激发他很多这方面的想法 我相信上帝把创意赐给他的儿女 阿们 能够去彰显他自己 那教会 其实每一个行政同工都非常忠心百上 我们的音控 我们的每一个服饰同工 像我看到外面常常那个分类 很不容易 对不对 资源分类 好 那你看这个部分 就 这一个 我觉得用成箱子这样也蛮好的 都很清楚对不对 然后最近我还看到怎么还有一个什么 哇 洗蔬果用 过滤菜渣 还有一个说明书 我会想当我们在整个的服饰过程 会看到很多需要怎么样更好的地方 不断用创意来解决问题 这就是神给我们一个敬意 侍奉他的恩典 一直在我们当中 我相信神会来做 好 再来 尽力 最后一个 尽力 尽力 with all your strength 这节经文呢 我们再来读一次好不好 好 预备来 已经完全了 我乃是竭力追求 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 所以得着我的 弟兄们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的 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 从上面招我来的的奖赏 但是 总要存这样的心 作为基督徒 不管我们信主几年 总是有一个态度 就是我不是已经完全都怎么样 都OK了 我追求神都已经够了 永远有一个觉得 有一个神圣的不满足 我需要更多认识神 我可目更多的 经历祂的能力跟荣耀 因此我们不会觉得说 好像已经 我的灵命就到这里 OK我就准备上天堂 其实上帝给保罗 还有给弟兄姐妹一个目标 就是向着标杆 有一种竭力追求认识他的心智 当然我们不是完全的 但我们是一个完全的心智 完全的心智是神要我们有的 但是在这个之前 求神先给我们有一个追求卓越的目标 我们要有这样的目标 标杆 我们才可能活出追求卓越的人生 以至于我们会不断的不断的努力 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说自我投资 这一个自我开发的功夫永远不嫌多 因为我们盼望这个生命可以不断的成长 不断的成长 我们渴望我们能够不断有尊贵的卓越的人生 那感谢主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在教会里面 我们推动这个什么 培育系统 现在每个礼拜成长班 门徒班 领袖班 你们知道全教会现在每个礼拜 在我们当中多少人在跑这个 九十几个人 九十几个人现在每周 每周都在上这个课 在我们当中 当中从信主几个月开始 信主几个月 到可能已经信主三十年四十年 其实也有少数还有几个人还没有受洗 还没有受洗 然后一直到可能是已经是 这个区长 传道人 牧师 都在这个当中来学习 从比较远的 我知道有的下班 他可能上班在市区 但是赶七点半赶过来 或是这个比较远的地方过来 那不是只有这两小时在上这课 这两小时之外 要不要灵修读经 要课前预举还要抄圣经 读属灵书籍 因为他们觉得读属灵书籍 我们觉得灵命可以不断的成长 读一些属灵书籍 而且操练 祷告 内在生活 各方面属灵的功课 其中我最感动的是 今天下午这个班 因为今天下午 礼拜天有一个叫莫迪改小组 他们大概有八成的组员参加 他们很多是基层的弟兄姐妹 你知道基层的弟兄姐妹 要读圣经抄写 困不困啊 不容易 可是我第一天 第一堂的时候我吓一跳 为什么 我说我看本子看 哇 居然有人已经写三课了 我们一般不是每个礼拜就一课 就他怎么已经写三课 刚刚智慧跟我讲说 已经写五课了 哇 我想说 反而他们写的更殷勤 一个新字 他们字要写都很 所以我们当中有 名展在我们当中 你知道名展他住着拐杖 他走路不是很方便 他可能表达都 表达都很吃力 也是要表达 可是他参加礼拜天下午这个班 他就是还是附带将 竭力他要来追求 这个属灵的产业 因为有一个神圣的不满足 渴望在我们属灵的生命上 不断的成长 阿们 那这个其实是有一些的 纪律的操练 但是透过纪律的操练 更多的是学习倚靠圣灵 听见圣灵的声音 听了就去遵行 听了就去做 阿们 就是我们有操练这个灵修 然后听了神的话就去做 那我相信我们的生命 就会在当中蜕变 就在那边改变 不是只有这些弟兄姐妹 因为我们的属灵大家长 周神朱牧师 你知道他今年75岁 76岁 我最近因为几次碰到他 他现在对一个 现在领受的意向叫做使徒性教会 所以我看他风尘仆仆 飞来飞去 连结不同的资源 还有不同的友堂 那这件事什么 我明年有机会再来传递 因为他说他最后如果十年 他要做的事情 可能就是这一方面的意向 但是我要讲的是 他说有一次一个姐妹 看到她的时候祷告说 周牧师 我觉得你很像一个人叫波阿斯 结果第一堂听到我讲波阿斯 都想到说周牧师要再娶一个 我说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他讲波阿斯是说 你知道波阿斯他有讲一句话 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 总部必不休息 有没有这句话 就是波阿斯今日不办成这事 他绝不休息 所以他已经75岁76岁 周牧师 我们感觉你领受了一种负担跟热情 怎么这么 孩子一直在奔波 一直在为这样来跑 就好像波阿斯的那一刻 你懂意思 他的讲是这个 那教会的产品是什么 就是人 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我们有一个意向叫发展领袖团队 盼望我们这个人 我们这个人可以不断的被开发 不断的进步 不断的靠圣灵 活出神 创造 原创最好的自己 那不断的我们能够 比去年更多的爱耶稣 像耶稣 这就是尽力 with all your strength 当我们专注 我们尽力 我们就会卓越 我们越专注 我们尽力 我们就会提升品质 我们的爱就更有味道 那我给大家看这个东西 我们现在招牌修好了 本来台风的时候把它吹坏了 那现在招牌修好了 你知道这里有很多品牌在里面 有麦当劳 有星巴克 对不对 我们个人来讲 我们个人是否现在 过着卓越的人生 那就讲的是 我们有卓越的生命态度 知道意思吗 卓越的生命态度 我这个人 有没有越来越 竭力追求主 更丰盛的生命 另外一角度 穆扎林良堂 是不是一个卓越的教会 旁边有很多Mark 有很多品牌 对 以至于 人们一看到基督徒的时候 会羡慕你身上神的同在 感动跟那个魅力 他们很渴慕 也要变成基督徒 以至于社区的朋友们 看到教会在这里 他们会渴望进去 来看看是什么原因 我们的邻居怎么变得不一样 到底是什么地方 让我们的邻居怎么变得 非常明亮 非常对人有爱心 各方面的成长 今天在社会的里面 有一个现象 特别是年轻人 我讲个情况 普遍出现有一种消极 不在乎还有冷漠 有没有时候容易抱怨 对不对 容易抱怨 而且还有一种就是 很怕有事 宁愿没有事 就小确信 或者说没有目标 好像没有远大的目标的一种情况 会有一点忧心 可是如果相对的 如果在教会当中的年轻人 教会当中的基督徒 让人看到的是 很热情 就是很正面 他们都能够团队合作 你觉得会不会让社会觉得很特别 很稀奇 觉得这群人怎么会不一样呢 很突出的一群人 怎么会有这种态度 这样的个性 所以我们期待 教会是一个 怎么样的教会 是一个梦幻的团队 一个怎么样的团队呢 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期待教会 能建立一个梦幻的团队 那是一个你乐爱的团队 你也乐爱你正在做的事 并且为这个团体 和你所做的事 感到骄傲 你会用尽全力做到最好 不是为了主管 也不是做给别人看 却是不断追求卓越跟成长 阿们 你们乐爱正在做的事吗 乐爱教会吗 乐爱你现在做的事情吗 其实我们知道 他的答案就是因为 不是做给主管 不是做给别人看 而是单单为了爱神 尽心 尽性 尽意 尽力 爱主我们的神 有这样的生命的团体 自然就是一个卓越的团体 就会泛发一种 神的同在跟魅力 在那个地方 我相信神要来帮助我们 好不好 我们唱一首诗歌 我们要来回应神 一起来祷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